花蓮羊头山传出登山意外 今天凌晨2点多 两名没有申请入山的 国防医学院医学系学生 跟着一名有申请入山的 料系男子攀爬花蓮羊头山 结果清晨5点多的时候 22岁的蔡姓同学 突然摔落50公尺身边坡 脸部出血 紧销货报花了5个多小时 才接触到伤患 请求空情直升机协助吊挂救援 但男子送一支后 还是宣告不止 好 停去 雄舟队伍站在羊头山边坡 奋力拉着滑轮绳索 因为有登山客失足衰弱边坡 好不容易将人救上来 但男子脸部瘀青出血 失去生命迹象 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 仅销申请空情直升机支援 由直升机吊挂协助伤患 离开山区 再由救护车后送到花蓮慈祭医院 只是到院后急救 男子依旧回听法术 一张张在山上摆出俏皮动作 不难看出这名国防医学院 蔡姓学生热爱登山的个性 最好凌晨 他和医学院无姓同学临时起意 跟着同学友人六姓男子 攀爬花莲羊头山 但三人当中 只有六姓男子有申请入山 其他两人并未申请 没想到五点五十分 三人行进三点七公里处 蔡姓同学突然摔下五十公尺身边坡 同行友人呼叫 也没反应才赶紧报警求助 然后总计出勤了 总共二四人前往救援 华莲县消防局费时五个多小时 才顺利接触到伤患 但可惜为时已晚 热爱登山的南大生 这回却不幸离难山中 留给友人和家属满满相通 这次今天华莲报道 新北市民孕妇即将临盆 紧急叫了一台Uber前往妇产科 结果在车上羊水就破了 弄了椅垫都是 事隔两天驾驶透过APP 传送了维修估价单 除了要换椅垫之外 竟然还有板金费用 一共是一万多元 孕妇质疑 羊水怎么可能会弄坏板金呢 实在很不合理 对此维修车厂回应 因为当天修车的是一名板金师傅 估价单上的板金费 是要给记忆师的工资 并不是修理板金 很震惊啊 怎么会费用如此的高 然后居然还有板金费用 感受不太好了 越想越莫名其妙 嫂嫂半夜即将临盆 叫了Uber直奔医院 因为在车上羊水破了弄脏椅垫 现在疑似被司机敲竹杠 真的没办法接受板金费用 那板金我不知道 羊水弄脏的椅垫 跟板金到底有什么关系 家属控诉孕妇才刚刚生产完 就说到驾驶 透过轿车APP传讯席 说当天羊水弄脏车子 渗透以垫海绵 得整组换新的 总共要价11880元 孕妇点开爆炸单一看 当场傻眼 除了零件费 竟然还有一笔3850元的板金费 质疑羊水怎么可能把板金弄坏 遭控驾驶也满头问号 怎么会多一笔板金费用 实际许问当天维修的车厂 业者回应 负责修车的是板金师傅 单据上的板金费是代表给 寄师的工资 并不是真的有修板金 应该不可能那么多 更换这个坐垫 这个差不多1000块的工资 其实孕妇不舒服都可以打119 途中羊水破了 救护人员也可以立刻协助 完全免费 这回经验不足的新手妈妈 实在无奈 怎么也没想到 弄脏车辆的维修费 竟然比接生费用还要贵 介绍换阳王好台北采访报道 高雄市湖内区民宅前 一辆轿车停在别人的家门口 挡住了出路 打电话找不到人 警方来也无法脱掉 屋主一气之下 就拿出阴架还有黄布条 把车子直接封印 附近的邻居看了 还以为是发生命案 事后警方调查发现 原来车主看到房屋贴上出售 以为是空屋没有人住 才会停在门口 但屋主这样的处理方式 警方也表示 如果车辆有毁损的话 驾驶是可以提高毁损罪的 黑色轿车开上骑楼 停的不是自家门口 这是屋主拉开铁卷门 刚好要出门 车子挡住去路 车主也找不到人 屋主一气之下 找来工人拿阴架和黄布条 把车子团团包围 直接封印 车子被围住 旁边还放三角锥 满满的黄布条让邻居看了 还以为发生命案 事发就在高雄湖内 这间转角偷天错的骑楼 六号一早不到八点 一个阿伯把车子停在骑楼后 仍旧离开 接着屋主出现 赶着上班的他被挡住去路 打电话联络找不到车主 叫警察来也无法脱掉 只能开罚单 从事营造业的屋主 一气之下 当天下午找来小货车和工人 现场搭起营架和布条 起得怒呛 干脆都不要出去 有啊 我串逆了 有的人这些车 没有上人的门口 人要出力有的人这些 不方便了 因为看到屋主 他前面有挂一个出售房子 误以为该处是空屋 将它停上 围停一整天 车主直到晚上快九点才出现 看到眼前这一幕傻眼 自己动手财营架 费了好大一番功夫 终于开出去 而封印照片在网络曝光 不少网友直呼大快人心 告知双方当事人权利 如果有受损 是本所提起回损 不过像吴主这样 私下处理围停 可能一不小心 就会触犯刑法强制罪 下次碰到 还是不要自己处理 以免吃上官司 记者成员王秀 陈高雄 采访报导 昨天一口气有16家共机扰台 而且是飞进我国防空识别区西侧 一小段距离之后 随即又飞出 挑衅意味浓厚 而同一天 有军事迷在民间飞航追踪的APP上发现 美军加油机出没在台湾南边的巴士海峡 甚至还接近屏东外海上空 让军事迷怀疑 这是不是GPS讯号落差 不过空军退役将领张延廷认为 这应该不是定位错误 而是真的美国军机 推测是美军要强调自由航行权 才会在巴士海峡进行空中加油延续 飞行路线显示 美军一架KC-135R加油机 6号晚间出没在台湾南边的巴士海峡 下一张追踪图更被发现 飞机进到屏东外海上空 军事迷在脸书贴文 怀疑是讯号误差 我认为它不是GPS定位的错误 它有一点就是强调的 美军一项所讲的自由航行权 它也没有飞到领空 它是在ADIZ的范围之内 但是我们也知道 它并没有任何的敌意 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推测 很可能是美军加油机 在巴士海峡进行空中加油演训 但这时机点格外敏感 因为同一天一口气 16架次的共机扰台 而且是飞进我国防空识别区西侧 一小段距离之后 随即又飞出挑衅意味浓厚 中国官媒更报道 中国歼16D电子战机 已经投入实战化演练 可能近期就会加入扰台行列 共机动作频频 空军退役将领向盈州却说 解放军战机出现在台湾西南空域 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完全有权去巡逻 我们没有放弃大陆的国土 但我们的宪法没有改以前 大陆是我们的国土 这种说法不仅让人觉得可耻 我们浪费我们的米粮养这样子的人 两岸区域角力战各界都高度关注 记者您穿黄春博台北报道